我們的王前次長 你剛才講的 他有沒有私底下跟老發署分署長謝一榮 討論人家所謂的陳情函的內容 有沒有 我真的不知道有沒有這件事 你剛才不是這樣講 你剛才是說 我也查過 部理沒有任何記錄 你是說他們是私下的談話 我理解 你的理解他是私下談話 那麼我就來了 你那時候還沒有修訂機關首長 涉及霸凌事件的標準處理程序 那你們拿著員工 抱托 拿著員工的陳情函 然後跟被申訴者進行私底下的談話 二月人家陳情函 你們是私底下談話 次長跟謝怡榮私底下就戳掉了 沒有立案 僅你口頭告知 叫謝怡榮要注意言行 然後就截案掉了 沒有立案 所以你理解成是私底下談話 這個就是你們的SOB 然後呢 同這件事情私底下談話之後 發生什麼事你知道嗎 就是發生你們老發署的 謝怡榮的分署用 北分署人至第一一三零七零零一六二號發文要求同仁 正式發文哦 發文的主題是避免發生洩漏公務機密的情勢 正式發文給北分署裡面所有的單位 你們不可以發生洩漏公務機密的是情勢 我覺得這個行為是不對的 所以如果 當然是不對啊 我現在也正在立案調查 剛剛特別提到了 當這個分署 很多同仁 抱怨連連 然後也透過不同的管道 去投訴 結果我們辦公室問了你們 你們說這個 投訴到次長這件事情是假消息 我聽了嚇一跳 媒體報導的這麼真切 你們的回覆是說這媒體亂報導了 這是假消息啊 我要問你 我沒有說假消息 我只說我那邊查不到而已 那有沒有這件事呢 王安邦市長有沒有跟謝芬署長有談話 有約談 這件事情是真的還是假的 請回答 因為他並非 我調查的小組只有三個重點 第一個 這一個謝榮分署長有沒有直接霸凌 離開的同仁 第二個謝榮分署長有沒有霸凌其他的同仁 對啊 那二月份涉及 當下有沒有霸凌其他的同仁啊 你為什麼要主動排除 我們那個 不是 我們調查起來 我們已經有證實他有霸凌其他同仁 所以可是二月份 他有沒有跟王安邦見面 不是我們調查的重點 市長有沒有去約談分署長這件事情 也是很重要的線索 他當然必須在你調查的範圍 你們主動排除 我覺得非常的詭異喔 不知道為什麼要主動排除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喔 這個勞動部有吃案的嫌疑 當分署的同仁已經反映到次長 你們沒有就沒有下文 你說也沒有記錄什麼都沒有 你們現在回應外界說沒有 這就是吃案 我現在也可以用這個案來重啟調查好不好 好 那你就重啟調查 對 你就重啟調查 勞動部不能做錯誤的示範 不能吃案 我們現在馬上就是承諾委員 我們就二月份 王安邦次長有沒有約見謝宜榮分署長 我們現在即刻重啟調查 是 如果就這一份要重啟調查 會延到我處分的時間 這個要很抱歉 再釐清一下啦 我這個調查是行政調查 其實也不是送立院的 我今天適應立院的要求 來做行政調查報告 所以其實並不是原來立院就有決議 要我做這個調查 而我送立院必須立院通過 不是這樣的程序 我是建議部長啦 你其實有第三方公正人士進去調查 其實對你們反而是有利的